其實我今天沒想到我會再來怎麼 就是在你 就是因為當初是說阿鳳邀請他 然後今天想說就來聽一個這個聚會這樣 然後發現居然可以over一個chance 就是我可以講一個就跟他們的speech 他想說有這麼好玩的機會為什麼不小玩家 所以就站上來這邊 那在我講的題內 我想先問大家說幾個好很多的問題 就是大家有聽過Isaic嗎 有聽過Isaic有沒有學校 OK那我第二個問題是 大家是18歲到30歲的青年嗎 好 那大家有想要去海外做旅行或做志工嗎 有的話就繼續想 好 那我最後想問是大家有想要改變 或是有想要嘗試改變那個事情 不管改變什麼就是你改變你生活周遭的事情 或是改變 或是你想成為一個很偉大改變世界很多的事情 好 我相信在這場應該非常多人想要做這個事情 因為既來交店的人就是都渴望去聆聽 大概你inspiring的story 然後或者是想要share自己的story的樣子 有很多人 那我今天是想要介紹Isaic 還有我在Isaic做的兩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model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是一個我們自己的理念 但執行通常當然是不一定是非常順的 但是看來這裡面有沒有帶你們一些感觸之類的 好那我想先介紹一下Isaic 那Isaic是什麼呢 Isaic的中文就是國際經濟商館學生會 然後很多人會覺得 哇靠這怎麼同酬耶 這麼重的一個組織 我真的就是那個經濟商館啊 好像是就管理學院學生會成家的 那我自己也是念管理的學生 那我想講是Isaic是創立在1947年吧 就是在二戰節後有一個法國人 他覺得說 嗯就是世界不能再發生這種大戰 那他要怎麼樣組織這個事情 他想說那如果能增進各國青年間的彼此的了解 那後續這個戰爭就會比平 那以後再也不會有戰爭 所以要成立Isaic 那我們只要是想要推動說 世界各地的青年可以到 假設我是在台灣 那我可以到世界各地 我可以去做志工 我可以去做士騎 那假設我今天到肯陽 我今天到歐洲什麼地方 像我暑假想要去捷克 那我們去那個國家的時候 這邊做志工做士騎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了解當地的文化 那這樣或許我們以後 就是你當一個你一個 對一個國家有更深層的文化了解跟認同的時候 你就不會 像很多人可能討厭韓國文之類的 對不對 但是其實如果你真的到韓國 你可能真的跟當地人相處 你會發現下面有胖可愛一面 然後你會覺得 其實有很多共同處 有很多 對方有很多可愛的地方 那 這整體就是我們Isa在做的事情 那我想分享我在Isa兩個故事 那我想說我在大一上的時候 那時候我加入Isa 然後我們那時候接到一個任務 然後是要辦一個論壇 對 然後那時候想說 超爽 就是因為我是一個非常愛聽論壇的人 然後我想說 我人生可以第一次辦一個論壇 我可以自己去邀請人 然後我可以自己去籌劃整個活動設計 會覺得超爽 但是在開始做的時候 發現其實就是沒那麼容易 因為是真的沒經驗 然後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定的標題叫做 我們活動設計叫做 去改變青年論壇系列活動 那我們這個活動的話 設計發展是 我們想要設計一個 為青年辦的論壇跟工作法 然後那時候 想一下 就是我們那時候想說 因為大家其實應該聽過很多論壇吧 就像什麼 有時候有嚴長壽 或什麼很大喀吉的 都是三四十歲五六十歲的那種分型 然後可是我們的想法是說 我們想要邀請二十歲的青年 來分享他們的故事 分享他們改變的故事 分享他們怎麼關心台灣之外 他們怎麼去熱愛這個土地 然後怎麼樣他們用他們的資格 去改變社會的議題 這是我們想做的 所以我們都只邀請二十歲的獎勢 我們邀請了利友、黃偉嘉 有人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他來追獎過 對 我覺得他 他來追獎過 對 利友、黃偉嘉 然後第二個是靈異 他是一個 他揪了一千人次去淨灘吧 而且他也是一個大學生 然後另外一個是 DESTIPLE CHANGE 的人聽過這個組織 他也是上過TED 然後我們是邀請JASPER他們的公關長 然後另外 最後還有邀請林帆干 總統教育獎得主 然後他是做 喔 去帆干 去帆干 他是有做城市讓人 他就鼓勵一個 七年去台灣各地有讓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就邀請這四個 然後這四個其實是 我跟他們幾乎就是非常奇妙的四年 他們都有各個他們的夢想 然後他們的 而且他們真的講到這太有趣了 對 那我們邀請這四個人 然後我們講說我們那時候 我們辦在3月12號 然後我們早上是個論壇 然後邀請那四位獎子 那我覺得有趣的是我們下午的活動 因為早上其實真的太 就是我自己覺得很屌 因為那四個獎子真的太會獎 那下午的話 我們那時候在設計的活動 我就想說 其實大家一般在聽完論壇 或是聽完交流後 我都覺得 只是實在太inspiring了 對 就是我好想去改變 好熱情 可是So what 你們睡覺合天 還是做你們事情 那我們在想說 我們在設計的活動 我們要怎麼改變的事實 所以我們在下午 我們接著一個工作坊 對 那這個工作坊 我們是跟Design Stimping合作 有人聽過嗎 他們是一個 專門在工作坊的一個社團 那我們是希望說 透過這個工作坊 教他們怎麼 讓從一個改變的 假設他們有改變的idea 他們怎麼發想 形成一個比較具體的專案 所以我們今天辦的這個活動 就是一個論壇 緊接著工作坊 然後希望說 大家在聽完expiring的故事後 那我們緊接著 可以用工作坊實際去操作 剛才想出來的idea 對 那這是我第一次 第一個做的事情 然後我今天很意外 今天就是遇到Fifi 他居然參加過 那個論壇 讓我覺得太扯了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那個活動 早上是100人 下午大概50人吧 然後我也是 第一次操作這個活動 那 後來也是想要繼續辦 因為我相信 這個去改變 他的力量 就是因為我覺得台灣 已經越來越多年輕人 願意stand out 就是願意站出來 像不管是阿東 或是其他焦點這個成立 或是 像我們知道 Teach for Taiwan之類的 他們都一直努力為台灣這個土地 做一些事情 對 對 所以 去小小宣傳 因為去改變 可能我們明天可能還會再辦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參加 然後另外 另外 另外我們自己在發想說 今天如果是一個論壇 緊接著我們可以判一個類似 簡單的創 有點像一個企劃案競賽 如果緊接著一個企劃案競賽 會不會讓這個夢想 變得更刺激一點 對 好 這我想分享的第一個故事 還有兩個 然後 最後一個故事是 我現在目前在做 就是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iSA 目前我們希望我們推動 世界各地的人能再 去到 假設台灣到世界各地的人做實習 那我們 當然我們也有做一個計畫 是我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 能來台灣 能做志工 能做實習 那我現在目前就在做實習的這個部分 所以 像是我們會跟一些台灣的企業去 談說 欸 今天可不可以我們引進 我們國外實習生 進來台灣的企業 那就是說 讓台灣企業更有國際化 可以增加一些英文的 談話空間 然後甚至 其實有些外國人他們的資格 確實能改變一些 台灣人的企業文化 而且像是 像我們目前是有跟ASUS 或者是聯華 然後還有像鼎太峰有跟我們合作 就是說 他們會引進一些外國學生 然後這些外國學生 確實幫助他們這些企業 那其實 像是連新創企業 新創產業都有 像我們有當reply的五個外國人 他們就來進來台灣 然後就 自己成立一個像小島的工作室這樣 而且外國人其實 我覺得有些層次Scale 是外國人才會台灣 其實有時候不太會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對 所以 總結來講說 呃 我覺得 i say 嗯 嗯 不是 等一下 因為我以前真的完全沒準備 我今天是想說 我必須要來上來講一下 那 我覺得 i say最流行的一句話真的是 我們算是 i say 應該都知道 i say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but you can get everything from i say 就是 對不對 就是i say沒辦法給你任何東西 你要學什麼 你要獲得什麼 是你要自己去爭取 可是我覺得 這不僅用在 i say 我覺得這也是 我們神明就是 life can give you anything but you can get everything from life from your life 所以 最後結尾是 呃 你這樣講好一點點嗎 嗯 都一切得很大一點 跟大家這樣講 所以我希望 就是大家可以 更勇敢去過自己的生命吧 然後 像我自己的夢想是 就是 其實這個阿波應該有聽過 就是 I want to be something influential 就是 我希望 這個世界因為我存在能改變這件事情 但是 我當然我現在 其實還沒有想出我要做什麼事 但這個 這個小小的同志現在目前在 我行動在發言 我希望我家裡可以做到我的事情 那我也希望大家 或許 能懷抱這樣一個小小的夢想 對 那 期待說不定 對 最後就是 說不定我以後再教練 可以真的 present我自己的計畫 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